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再重复一遍 七天以后 我会在岛的南面等你 我等到太阳落山 如果我看不见你 那你就在这儿自生自灭 懂吗 爹 你能让我自己一个人 穿过岛屿到南面吗 爹只要求你一点 活下去 还有 任何时候 你就是睡着了 都不能忘记咱们的泄海深仇 记下了 七天以后 我希望你活着见我 小太 别写了 帮你师父把这席下完 师父 您别想了 您输了 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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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输了可以从来 人生要是输了 可就挥不了头了 你记住啊 你记住啊 今后你要下好每一步棋 胜败 只在一念之差 你和英智呢 年纪也不小了 从小你们一起长大 知根知底 也算是青梅竹马了 你和英智呢 你和英智呢 我刚才进了一个家门 大家就是一家人 我今天呢 索性就把话挑明了 免得掖着藏着 我这 我是想说呀 你 伯母 音质这孩子我了解 过去呢 他看着 你和卓生情投意合 所以很多时候 他都故意回避着 我这当娘的知道 其实他心里 一直都有你 如今 我想说 伯母 您别说了 是的 是的 伯母知道 你还需要一些时间 可我今天说这番话 就是想把这窗户踏破了 这不是件坏事 我也不想让我们家英智 再难受 娘 说什么呢 没什么 我们就是寥寥家常 月秋又不是孩子 人有自己的主见 您就甭操心了 英智 伯母 感谢这段日子 你们像家人一样照顾我 我心里面很温暖 谢谢你们 但是我想 总住在这儿 总是会有一些不方便 我想搬出去住 我可以在外面租个房子 再找个营生 我能自己找个小 您别说了 您就在这儿住着吧 这几天呢 我就准备搬回公司住 要不我每天上海警戏这么不好 也不方便 家里呢就我娘一个人 你就在这儿住吧 等会儿陪她解解闷 好 不说了 不说了 赶紧吃饭去吧 来 月秋 吃饭了 东叔 孝顺你们的 香吧 香 你小子 还真有孝心 那是 回去吧 东叔 你这捏我走啊 你以为上级白痴呢 我就知道你这小子 没有好劈方 说 什么事 东叔 现在我这下面 堵太多了 每天方峰的手 只能带那么一点点 你们帮我想想办法 行 没问题 大家急着 下次不能空手来啊 放心吧 走了 来吧 来吧 爸 七天以后 我会在岛的南面等你 我等到太阳落山 如果我看不见你 那你就在这儿子上次 东树玉爷 放风子 方哥 咱通融通融 让这小子也出去活动活动吧 总在这里都快要憋死了都 你已经够通融的了 你也知道 主要是怕他注意到其他犯人 把他认出来 这也是介绍上的苦心 这我知道 我知道了 想在这儿 想在这儿 要不然 我一会儿把货马桶给换了 以后就让白入圣 以后 就让慕容柏兄弟到马桶 这样还能偶尔出去透透气 也算是活动腿脚了吧 东树 你跟雨爷想大办法没有 你跟雨爷说了 雨爷说了 阿童 阿童 你跟雨爷说了 是老朵 对 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乱世之中啊 好人得从暗处走 坏人则在明处有啊 爷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突然多了这么多感慨 我们老哥俩同秋一世这么多年 你发的感慨加起来 都没有今天多呀 你觉得慕容柏这个人怎么样 什么意思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那批财宝的事吗 那批财宝是真的 你打算把那批财宝交给白书生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吗 虽然他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可他毕竟还年轻啊 所以啊 他需要有人引导 那批财宝 他虽然善良 正义 但是我怕他走极端 而且我那批财宝 是为了济世之用的 虽然有限 但是我想 能救多少人 就救多少人吧 毕竟咱们都是人 不是神 谁也成不了救世主 你放心吧 只有我活着一天 我就会好好教导他 太冬啊 你还要记住一句话 要做对的事 而不是把事做对 那你没想到 你不就可以了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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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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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叔 我要是不挖错的话 最多两个肯定挖出去 我看自古以来能干这事的也没谁了 那是 我是谁啊 东叔 王丰 时间到 王丰 时间到 爹 爹 好儿子 好儿子 王丰 你比爹都厉害 走 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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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睡呢 有事啊 东叔 咱们在一块儿好多年了吧 我呢 尊重你们 你们也没给我找过事 要是有一天 你们不想下棋了 别在我当班的时候了 你 Vision EMRI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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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stacle 不会的 不会的 好吧 别 levers 她就对了 没什么place 真可恶 祝您 presenting 你什么 then sample 官官 太棒了 非常好 确保 균 你的 这种 väl 猜掉了 可求你 带你进去看看 不了 颜知 我也不信叫 进去干吗呀 来都来了 进去看看吧 不了 不了 你今天要是实在没事的话 陪我去趟龙欢寺吧 刚好我最近想去烧一炷香 林秋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你说杨人结婚 都来教堂 穿婚纱 咱那都是厅来的 咱都没见过 所以我就想带你去去看看 你听 这里边唱的声音 真好听 不了 颜知 我觉得 我还是想去龙欢寺 月秋 月秋 有句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 我今天必须要说说 嫁给我 好不好 我想照顾你 照顾你一辈子 你先起来 有什么话起来再说 我不管 都说男儿旗下有黄金 我为了心爱的人会想 我觉得这就是幸福 嫁给我吧 颜知你先起来再说好吗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你先起来再说好吗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你先起来再说好吗 你先起来再说好吗 我们不答应 月秋 我会坚持到你答应我的那天 因为 我爱你 我这宝藏 当年是从 贪官污吏恶霸的手中 捷来的 虽然说不上 富可敌国吧 但其价值 我自己都算不清楚 怎么你不感兴趣 师父 钱是万恶之源 要不是因为钱 就不会发生花英浩惨案 孩子 人有好坏 但钱却不分善恶 这个世界上 没有钱寸步难行 更不要替你报仇了 那四项黄金 至今下落不明 落到谁手里 谁就是真凶 你要查 没有钱能行吗 这可是你师父 对你的一片苦心哪 你不能辜负他 这批包藏 一方面可以让你用来报仇 另一方面 你还可以行善即使 好好想想吧 我刚才给你摆的这个路线图 你记清楚了吗 记住了 不管你做什么 也都要记住 不能因为复仇 而迷失了心智 均入魔道很简单 要想成为一个好人很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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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五 好什么呀 出什么事了 东叔 出什么事了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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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事了 农叔 你们还等什么呢 怎么了 好像有部队打过来 有到处都在开炮 快走啊 真的 真的 农叔 快走 好 开车 开车快快 快快 快 走 他们真的打回来了吗 那还有一家 给你跑吧 小子 还有多久啊 还没把通啊 我也不知道 谁知道打仗了 别着急 好 后边差了 小子 快点啊 还要多久啊 给你开了 我 我们自由了 前面炸开吧 我们自由了 快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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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救命啊 师父 师父 你学长 老高 我和您走 爷爷 你们快走吧 我这把老公子 活不了多久了 主神 记住我说过的话 心不变 则万物皆不变 心不动 则万物皆不动 其从断除打 啊 也从断除生啊 危险就在你的身边 有一把刀 一直就悬在你的头上 师父 师父 你醒醒我 背您走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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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哥 走啊 快走啊 快走啊 起来 师父 快走啊 快走啊 师父 走 师父 孩子 你干什么呀 我都不敢 Đi G episode 皇上 太好了 快逃命去吧 我要回京务 神经理已经被炸了 哪些去得到你送死啊 还要好多人 我不敢等白白死 我不敢等白白死 不行 走得走 你送开我 回来 你们干什么去 送死去啊 王贵 来 王贵 撑住啊 王贵 王贵 快走啊 哥 走啊 走啊 快 快 快 成双成对那就更好了 娘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月球 我回来了 我还给你们俩带了礼物呢 娘 我给你们带了一个礼物 你看 这是一对正宗的和田鱼 你跟月球一人一个 怎么了 你这个镯子是在哪儿买的 南京路买的呀 怎么了 南京路 哪家店 谁手上买的呀 这是在当铺买的 这是一对 正好你跟月球一人一个呀 这镯子 假的呀 知道是什么人当的吗 这我哪知道 人当铺老板说这是死当 娘 这是真的 我花了不少钱哪 是的 很多年前 娘也看到一对 和这个一模一样 在哪儿见的呀 可能是娘眼睛画了 我有点累了 先去歇会儿 行 颜秀 你带上我试试 颜致 你挣钱也不容易 你怎么老乱花钱啊 我不是说过吗 我什么都不缺 你现在在上海工作 每天这么来回跑 也不是回事 把钱都攒着 在上海买一套房子 好 好 买房子啊 我那批财宝 就藏在了桑岛最南端的 那些礁石群的缝隙里面 你到了最南端 找到最高的那块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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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站在上面 往北看 一二三 你站在第三块礁石上 我这批财宝啊 是当年从那些个贪官物理恶霸手中 那天接了 不可以说富可敌国啊 但是 连我自己都算不清它的价值 包 发财了 这么多财宝啊 不管你做什么 也都要记住 不能因为复仇而迷失了心智 这如魔道很简单 要想成为一个好人很难 我该回上海了 不行 你的案子才过去几年呢 你就这样发回上海去查华英浩 会有很多人注意到你 你的仇家就会马上找到你 到时候你不但白白去送死 才会把这批猜往拱手相送 那我们该去哪儿 香港 香港 为什么要去香港 七一 华英浩这批黄金 是从香港上岸的 你可以到香港 去寻找一下线索 七二 我们可以以商人的身份 带着这批财宝 去到香港 做些买卖 积蓄力量 最重要的 可以帮我们洗牌身份 等脚盖沾纹了 你在以一个香港商人的身份 返回上海 到面的时候 要想做什么 会比现在轻松很多 白哥 我觉得冬叔说得对 要不咱们先去香港 避避风头呗 好吧 去香港 去香港了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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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大当婚 女大当嫁 等上了案 让你爹托人 上门提亲吧 我把月球交给你 也算放心了 人都说 一个女婿半个儿 这就算是传家了 是传家 师父 好好好 对不起 冬叔 你看那怎么了 是不是生病了 他心里头有事儿啊 我们谁都帮不上他 我们常说 人心呢 应该像大海一样宽阔 这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会很难 他太苦了 怎么回事 不是 是 商业 因为 这么多 我呢 自己的 soldier 好 我要 因为 所以 uniqu 情况 他们把船弄 42发动 还有 banking 和真的是 还有水公司 以为我们的船弄или 你们怎么离开呢 我们00号是香港吗 不知道其实 不得太远 大约 300米 300米 你说这不是远远吗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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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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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你们其实应该早一点对我们中国船员好一点 不然的话 他们能走吗 我能试试吗 你 你是个什么的 我以前也跑过船 你跟我来 坑队先生 我是花银号宝君子组长白竹生 底下木筏 趁着来车排下去你们就安全了 要想活命的话就听我的 你看那脾气有多管闲事 他是对的 不然的话 我们这些人 都得死在这条船上 你给我去看看 不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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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试试吗 白哥 你这是干什么 你也没有工具 再说你也不会修啊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 我在海上跑船也这么多年了 再说 咱也得自救啊 船上还有那么多人 他们也修不好 放心 我试试看 我试试看 我现在齿轮坏了 你们有工具吗 不 小心白哥 没事 怎么回事 我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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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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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Kent Mr.Kent 你做过传员是不是 谢谢 谢谢 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另一只手 也受过伤是不是 华英浩 您还记得一等舱 坐着这个肯特先生 肯特先生 肯特先生 带着姑娘 我顾好这个小姑娘 您说吧 你是肯特 你真的是肯特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真的没想到这一生中 我还能再见你一次 而且你又救了我 别别别说救了我 这船所有的人你都救了 真没想到我还能看到你 跟你一起获救那个小姑娘呢 我们已经转三圈了 这个小岛上什么也没有了 如果那个木筏没水 我们早死了 那是什么呀 他好像是个人 还活着 那个人还活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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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去去 别 别给他 是 别给他 他是海盗 你 你过来 他是海盗 他不会杀你 你不想要怎么给你 别杀到你皮上 不是 来 我绝不给你 你在这儿可耻 来 跟我走 行 那你就陪着他 你死你活该 游家 你别走 来啊 你去哪儿啊 快离开那个恶魔 使他杀了船上所有的人 你不走我走了 你回来啊 你回来啊 那天他 他 他作散了 可能遇难了 你 你 他